緊急叼來一卡車的沙土 支援的國軍弟兄各就各位 鏟子不停挖牙挖 三民去公所前一天 準備2700包沙袋 一下子領光光 臨時再釣更多的沙土裝袋 讓民眾登記領取 小姐你要領幾包 我包 我之前有準備嗎 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小姐這次從高雄進來會緊張 後方的後進心上次整個淹到了護來 就怕再次水淹家園 因此緊急吊派了移動式抽水機 趕緊架設 溪流沿岸加裝移動式抽水機 高雄備好了163台 八成已經預先安置待命 尤其靠海的永安彌陀 是重點區域 搶吊 吊渡到一台 所以你今天來這邊監工 沒有 當然就是他有來裝 我們就會比較安心 高壓水柱沖進水溝長達50米 把卡在溝內的樹葉泥沙清出來 吸進大管子內 一淹水區域優先作業 沖吸車的部分 我們大部分是用在大的馬路上道路 那人工的部分是小巷子 因為車子沒有辦法進入 台電也有200多位的人員待命 風雨之前修剪樹枝 避免打到高壓電線造成停電 畢竟山陀兒路徑跟47年前的賽洛馬相近 就被困在補習班 風大到你要走路回去都很困難 不必要的壞處 減少不必要的壞處 講三次很重要 陳其邁拿過去小時候的記憶提醒市民 當時高雄16級強封釀成37死 避不開三坨兒直撲而來 事前的預備工作 公家單位全面動起來 TVBN新聞裡戰勝 東朋友我們高雄報導